三支区长林克文最近将在地资讯分类整理 制作成为品味三支区旅行的工具书 让民众与在地的孩子能够更加容易认识三支 也深入了解 今年度三支区公所集合在地艺术人文 以及美食与当地的农特产品 制作成一本品味三支区旅行的书籍 希望透过放置在文史室作为史料的流程 未来也将会放置在一楼书报处 让民众参考翻阅 还有难得的史料也将会送到三支区的学校内 让学生作为乡土教育的教材 我们今年出的这本品味三支区旅行 它其实不只是单单的一本简单的旅游书 它是由我们三支的吉祥物 知音跟符笋 它们化成成导览大使 然后全方位的带领大家去认识三支 所以其实它书里面的内容除了观光以外 还有包含了总共四个章节 四个大的章节 比如说除了第一章节 大家比较熟悉的观光以外 那还有人文方面的包含艺术 以及我们的老建筑 那另外也有包含一些我们农特产品的介绍 然后最后还有一章节比较特别的是 由我们的三支区的林克文区长 他化身成一个达人带路 然后带领大家去认识你所不知道的三支秘境 书籍策划人表示不能只把品味三支旅行去定位成旅游书 因为书本中集合了美食景点农作物与人文风情 最后还有食谱教大家怎么料理在地的农特产品脚白筍 可以说是一本多元应用的工具书 以及学生乡土教育的活教材 那我有感以来 那我们都了解我们三支 在我们整个新北市的北海岸 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好地方 但是我来这边当区长这四年来 那发现那我们在行销观光上来讲 我们欠借一本实际上的实质的一个刊物 那因此我这一次就把我 在三支区的这四年来 那我们把一些的重点 那也就是像我们一些的观光 那我们的建筑 那艺术的分类 由我们那个同仁翁一天小姐 来做一个总体的规划 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 我们就能够诞生了这一本 非常有名的 就是品味三支气体型的书籍 那希望借着这本的书籍的推广 那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三支 那更认识三支 也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而其实这本书的背后 还有一个最大的推手 就是区长 区长林克文表示 四年前来到三支 才发现其实三支在地 有非常多值得探索之处 不过资讯却相当的繁杂 折叶文宣也相当多 因此也希望能够将 这些资讯分类集合成策 让民众与孩子更加容易认识三支 也深入的了解三支 记者到平凡三支采访报道 这段小支采访报道 各种幽生 优优独消息